哈囉大家好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今天絕地教官小瓜肉又來了 上個禮拜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第四集的誓死操作介紹 今天要來傳授給各位更多不一樣的指法 上個禮拜最後又提到 左右食指專攻射擊流 還有我們的左右探頭偵查流 這兩個流派理所當然 注重的細節肯定不一樣 今天就先教各位左右食指專攻射擊流吧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先進界面吧 好的首先呢 咱們直接放二倍數的擺放順序介面給大家看 不過大家可以依自己的方便方式就好 我這邊是給不知道要從哪邊起頭 與開始的觀眾給大家一個明確的方向 那這個指法跟上一週的絕地訓練營一批式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注重的打法不同 那沒有看過上集的朋友們呢 也可以到瓜肉G-U-A-L-O-W的YouTube頻道觀看 或是絕地求生N的官方粉絲團與官方頻道 下方會有網址 那上集獅子趴地射擊流 比較注重的是趴地射擊與特殊玩法 那今天教的左右食指專攻射擊流呢 是食指操作基本上最通用的玩法喔 不管是趴地射擊和腰射都是可以使用的喔 OK那此指法的重點按鍵在於 我們的左手食指與我們的右手食指 協同合作非常的重要 所以瞄準鍵位與這級鍵位呢幾乎是一樣重要的喔 那老樣子 其他的鍵位可以依自己喜歡的位置做更動 再來談到食用方法囉 左手大拇指是控制我們的移動鍵位 左手食指是控制我們的射擊鍵位 右手大拇指是控制我們的左右探頭與其他所有的鍵位 右手食指則是控制我們的瞄準鍵位 OK那這次的指法與上次的流派其實有蠻大的差異 所以大家需要多加練習喔 那這次我們比較注重的方面是我們的操作 射擊與左右探頭的順滑度 所以練習的方式也差蠻多 首先呢咱們先到訓練場或實戰雷練習一下咱們的基本動作 OK那練習之前呢記得要叫我們的左右探頭 跟我們的瞄準開鏡設定為長按喔 首先先練習我們的左右食指的協同合作 右手食指的長按瞄準的時機 跟左手食指必須幾乎同時的按壓鍵位 多次練習熟悉這種感覺 達到開鏡射擊幾乎零延遲 OK那在手吸這種感覺後 我們就可以來練習壓槍了 將左手大拇指的手壓加入 一樣我們是持續的反覆練習 手續與習慣左右手多指的協同合作 也可以去多多打打實戰喔 那當然上禮拜交的派佛趴地射擊 理所當然也可以使用啦 動作拆解 發現敵人右手食指出槍 左手大拇指按下趴地鍵位 射擊鍵位持續可依情況判定是否開啟被禁 那最後呢 瓜肉小教官要來教大家 就是這個執法非常重要的進階打法 顧以下需要多加的練習啊各位 左右探頭呢是絕地求生M非常經典的打法 那當然呢種類還真不少啊 大分類成兩種就是左右探頭腰射 跟我們的左右探頭開鏡射擊 那大家就將練習繼續看下去吧 以下是瓜肉的朋友 學習15分鐘後練習出來的熟練度 大家只要多加練習 我相信各位一定有機會成為職業選手打比賽的啊 到時候記得要說是跟瓜肉學的喔 那我相信大家只要練習的久一點 應該就可以成為赤子大神囉 最後希望台灣練賽的各位選手們能夠加油 大家也要多多支持台灣絕地求生M的比賽啊 OK那這部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謝謝各位 我是是瓜肉再見 掰掰 對了最後問問各位想成為絕地大神嗎 最新的技巧請鎖定你絕地訓練您 絕地教官瓜肉每週傳授你更深入的吃雞技巧 追隨並且訂閱絕地求生 官方粉絲團和官方Youtube 同時也歡迎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瓜肉G-U-A-L-O-O-W 謝謝再見 掰掰